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最后一个行程就是来到我们的老中国小 那看到我们的林明祝校长 还有主任 还有家长会的会长 还有家长们 大家在用心的做好防疫的工作 我要非常感谢学校的师长 用心的办学 还有注意学生的健康和安全 那我也要特别勉异以下三点 第一个 我们希望能够同学能够注意防疫 能够平安健康幸福 比如说勤洗手 戴口罩 保住社交距离 然后遵从我国中央疫情流行指挥中心的 各项防疫政策跟指导 那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勇敢的尝试 追求自己梦想 能够不怕困难 挫折 失败 勇敢的愿意尝试 勇敢的追求自己的梦想 那也要感恩跟努力 打造更好的世界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老宗国小的师长 还有我们的家长 还有我们的长辈 给栽培我们 那我们一定要努力 能够学习 增加自己的各项的能力 行行出状元 然后我们能够一起打造更好的世界 祝福大家 心想自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